我們各位朋友 就在這幾個禮拜以來 身為一國之尊的總統馬英九 到處高舉司法正義 公平正義 而且要為所謂的弱勢者講話的時候 在三年前大埔阿嬤朱馮自殺身亡之後 就在昨天張耀皇的張森文被發現溺斃 是否自殺還是他殺 我們不知道 可是這是多麼一個 多麼一個令人憤慨的一個對比 總統到縣長高喊司法 高法 高喊社會公義 但是又一位被拆房子的張森文又走了 那我這裡切下去 各位介紹現場 現場 第一位 臺北大學廖本全高雄 謝老師 現場來賓 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那他是臺灣農村政縣 同樣臺灣農村政縣的成員 徐玉宏小姐 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師 臺北大學廖本 鄭水雄 還好 知識媒體的王時綺 主持人大家好 同樣知識媒體的我們的中聯謀 主持人 各位朋友 臺北大學廖本全高雄 是 各位朋友 臺北政團 因為九月的陣爭鬧得滿城風雨 偏偏在劉政鴻強拆大埔事務 建滿兩個月的昨天 又傳出了拒簽戶死亡的消息 我們大家先看VCR了解一下 張森文金傳溺弊大埔橋下水雲 案發後一天 清流緊急在藥房附近的住家 搭建林堂 辦理後事 大埔抗爭再添一命 連路人都看不下去 送來花蘭生源 兒子的手機簡訊就寫著 我真的沒有爸爸了 讓人聽了不聲唏嘘 七月十八號 縣政府強拆大埔伺戶 張森文的忌日剛好是戒滿兩個月 中秋節無法全家團圓 張家憤怒 不能原諒劉正宏 張家憤什麼用 你能夠還我一個爸爸來嗎 加坡人王啊 怎麼轉 劉大現場 你滿意的啊 人家可以團員 我家不能團員 劉正宏前往桑宅打算上香致意 遭到群眾阻擋 混亂中突然飛出布鞋砸中額頭 事隔一天我們找到了布鞋的主人 就是他 漢衛苗栗七年聯盟發言人陳維廷 就推幾次元 角度的鞋子就掉啦 撿然後撿鞋子的時候 那流中還不走 就丟他這樣吧 左腳還是右腳 左腳 布鞋丟了改穿藍白拖鞋 陳維廷長期參與反差大普抗議 入丟縣長他說是臨時起義 不管縣長提不提告都不後悔 不會後悔啊 我覺得這不尊重商家這樣 我覺得是英德的 英德的 對啊 我覺得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嘛 劉鎮宏只愛吃了閉門羹 表明擇齊再來家屬怒嗆假好心 人在做天在看 所有壞事做都會總是會有報應 他如果臉皮夠厚的話 我們會隨時歡迎他來 張藥房被拆了 就職已經變成馬路 畫上斑馬線 張森文立碧 震撼大普 家破 人亡 捍衛土地正義 再添一樁遺憾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秋節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殘圈 這先大家在講一下 這個本權教授我想想 袁濤剛講一句話 人家團圓 我們沒辦法團圓 家破再加上人亡 一定必須要因為一個所謂的徵收土地 到這個結果嗎 張家喪失的不只是財產權 張先生現在連他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了 而財產權生存權正是憲法 保障的基本人權 他其實告訴我們 這正是國家的責任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是 政府不僅是職是責 他同時也濫用了國家的制度 而且用國家的制度 來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權 讓人家破人亡 所以這個政府這個國家這個當權者已經一點點正當性都沒有了 我剛剛從大埔回來 張太太要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當然她事後回想 張先生這幾天的確有一些異狀 但是並沒有特別的在意注意他這件事 可是他要我跟所有的觀眾朋友說 我們都知道張先生張大哥是一個體貼的人 他非常的體貼家人 體貼太太體貼小孩 他甚至也體貼所有的朋友 他在這幾天一直不斷的告訴張太太一件事情 就是要張太太有機會的話 不要忘了一定要向社會上所有關心大埔的人 關心張家的人 關心他的人道謝 我覺得這件事情最荒謬的是 政府對人民的感覺完全無感 不只無感 還動用制度 動用整個行政體制 把人 把一個活生生的人 逼向絕境 三年前大埔朱阿嬤 自殺的時候 我說過 如果體制 如果濫用體制的當權者 從來沒有改變 體制沒有改變 當權者也沒有改變 那大埔的朱阿嬤 不會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今天 張先生離開了 如果這個社會 正面的面對這樣的暴政 國家的暴政 那張先生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是 年旺 我們知道 張先生他們夫婦 彭秀鑫跟這個張先生 三十幾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把這間廚房賣 當初是一間倉庫 三十多年前 把這間廚房賣下來 一九九七年 一塊十四白 一塊十八白 春六白 這六坪還繼續給他拆 所有的一切 他們都是合法的 張家是合法有權擁有那塊土地 今天真的家破人亡 可是政府有感覺嗎 從總統到劉政宏 大家都看得那麼漂亮 看得那麼好聽 我們以前只在電影或是在課本裡面讀過 暑假的時候 請問劉政宏 什麼樣的公益性 什麼樣必要性 值得用兩條人命來換 當時你跟我們講 有公益性 有必要性 促進苗栗繁榮 什麼樣的繁榮 值得用兩條寶貴的人命來換 我認為這件事 沒有辦法收拾了 為什麼 因為搞出人命了 你什麼樣的措施 什麼樣的補償 可以還兩條人命 那是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他已經沒辦法收拾了 這件事情他也沒辦法解決 他也不會善了 我覺得這樣的抗爭 他會持續下去 持續到什麼程度 我不知道 也許到劉政宏 這個可能接受到其他的制裁的時候 但是真的 因為對喪失這兩條人命的家庭來講 房間就好了 錢可以背我 人死去 人死去 你要用什麼背 今天我看詹順貴詹律師 還在蘋果日報投書 他在批評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說 當時判他們敗訴的 這個大普住戶敗訴的原因是說 房子拆掉了 可以用錢賠 不是無法回覆 好 現在人死了 用什麼賠 請問用什麼賠 用劉政宏一條命來賠 就算拿一條命來賠 你也換不回張元豪的爸爸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拜託劉政宏 我知道你昨天想去上香 你學聰明了 跟三年前豬阿嬤自殺的時候 你是不問不問 你是學聰明了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商家絕對不可能要接受你來上香 可是劉政宏你身為縣長 你責無旁貸 如果加上竹南地震事務所賴紹本賴主任 大家懷疑跟這個有關的話 三條人命在這裡面 你對社會 你對整體國家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交代 什麼樣的必要性 什麼樣的公益性 什麼樣的繁榮地方值得用人命來換 各位朋友我再講一下三十多年前 一對年輕的夫婦 便手知足 買下一個破舊的倉庫 蓋了一個自己的小屋 然後到今天猜猜猜 死最後 無法挽回生命 各位朋友 張生文昨天被人家發現 溺斃在住家附近的排水大郡裡面 面對大埔拒先鋪 又有一個人喪命了 聲援大埔的學者幹民眾 都把矛頭指向了馬政府 我們來聽一聽 他們怎麼說 結果他在他生前 你要欺負人家 在他死後 你還要消費人家 這種現場實在是很過分的 得知張生文溺斃死訊後 政大教授徐世榮 徹夜未免 趕赴苗栗關切 儘管臉上掛著疲憊 但談到劉振宏 前一晚到張家上香被嗆 他還是忍不住火大 家屬已經很明白跟他講 我們不歡迎你 結果苗栗警察 他要苗栗警察幫他開刀 結果他還是要硬闖 我認為主謀是劉振宏 那共犯集團其實很多 這個馬英九 吳敦義 江一花 還有李鴻源 他們都必須要負責 大埔爭議爆發後 已經鬧出了兩條人命 2010年8月 大埔朱阿嬤喝農藥自殺 如今張藥房老闆張森文 再傳溺斃身亡 導演陳奕勳在臉書感嘆 好好一個人為此家破人亡 丟鞋子真是客氣了 導演楊雅哲也看不下去 直接在臉書開罵 還要逼死多少人 直指張老闆是被當權者欺騙 遭地方惡霸踐踏 甚至被行政體制凌虐致死 國民黨他自己內部不用負責嗎 忙著鬥王金平 滿久沒有對劉振宏有進行任何的檢討批判 沒有欸 那行政院長跳出來幫忙 副總統跳出來幫忙 大家都講了一些關槍關掉 講了一些屁話 不用負責嗎 大埔爭議歷時三年 聲援民眾遍地開花 陳情不只上達內政部 民怨甚至染紅了行政院招牌 無數的遊行 晚會似乎沒讓政府聽進去 謝謝各位朋友 我們現場為台灣農村政縣的徐宏小姐 徐小姐昨天你也在大埔張家 也看到了劉縣長印要進去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現況是甚麼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當時狀況就是說 那個因為我們在裡面 房子裡面 那我們聽到外面聲音鬧轟轟 然後我就問徐教授 因為徐教授也在那裡 我說欸 教授怎麼外面這麼鬧 這麼吵鬧 那大家就走出來看 然後大家就知道說劉振宏要來 就是去深遠關心的學生 跟社會各界就跟他嗆一下說 劉振宏殺人 你是兇手就一直喊 那他就一直要進來 那要進來我們當然就問家屬說 願不願意讓他進來 那張太太說不願意 因為他來告訴他 他只是來侮辱張先生 所以就不願意他進來 那麽大家就打亂 因為那個只有玻璃門又不能關 那最後我們就把鐵門關到剩下一些些 那我們告訴劉振宏 如果你要進來 你有誠意 你真的想贖罪 那麼你就爬進來 結果他還是沒有 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心想清楚那個師兄兄 大家好記進行 張生文 引大家來台北的時候 最後的六坪 劉振宏說了 這是一個天賜良機 當時大家都說 人在做天地看 可是今天演變到最後 真的張生文走了 可是公理正道喊得回了嗎 劉振宏能夠會得到他的報名 整個馬政府說話的公平正義 都在哪裡 劉振宏現在看起來 瞭白了 他看起來 現在怎麼很厲害 做到北部關關上 但問題民眾第一個要問的就是說 你既然是苗栗縣的 大家長一個父母官 哪有一個父母官 是這樣子來 滅死自己的小孩的 張家自己的土地 為什麼要滿足你劉振宏 因為你憲庫的需要 把人家圍一圍 把他給賣掉 所以要滿足了整個憲庫 到底是他殺還是自殺 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就算是 到最後說自己溺水的 或者是自殺的 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只有劉振宏有責任嗎 當初大埔阿嬤 頭七的時候 吳敦一是怎麼講的 一共大埔事件 會有一個圓滿的一個解決 大家還記得吧 事後你看 這樣一話不是也去簽字了嗎 吳敦一也去簽字了嗎 你簽了字以後 全部都沒算 現在是家破跟人亡 剛好今天在中秋節 你看這是多大的一個痛 但問題是張太太講一句話 很好聞 很值得萬味的一句話就是說 說你誰跟你害死的 你去找什麼人 是 這句話叫做什麼 叫做五彎 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 你政府 哪怕你有很多公權力 你有軍隊 你有很多警察 可是當一個社會走到說 我們的民眾 沒有辦法 因為你建物 違法 然後 講話不算 不算話 高官為了選舉 全部 放個屁就走人了以後 老百姓無奈只能跟你講說 好啦 我 我 我都輸在你了 我沒有辦法 我死給你看 哪有變成我們 台灣的民眾變成 對抗政府的時候 只能用我死給政府看 這是台灣最大的一個悲哀 我剛聽謝老師 你在講台灣整個民主的一個 在節目前在講 那一段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特別有感是 那也二十年啦 你現在是台灣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馬總統你要站出來講 你在鬥爭王金平的時候 你說司法正義是一個大勢大悲的事情 人命關天 政府公權力的一個執行 搶老百姓的一個土地 倒就弄出人命來了 這不是一個社會正義 不然是什麼 那這不是一個大勢大悲嗎 馬總統 你不要揶你什麼 逼開 從總統到行政院長 到各級的一個高官裡面 碰到真正要解決的 所謂大勢大非 一個屁大家都沒人放了 老百姓怎麼辦 在中秋節一個團圓的時候 人命不見了 所以這個政府 我在看就是說 一個政府如果走到 這樣一個地步的話 其實是一個敗王的一個徵兆出來 因為民心全部都走了 都不見了 哪有說統治到現在 雖然還有九百多天的時間 但是統治到現在 讓民眾覺得說 我都輸你 我都輸你政府 但是我真的輸你 我也有剩一步 死給你看 這就是台灣的社會 是 各位朋友 中秋月很多人吃餘餅 月餅是扁圓的 吃柚子 柚子是婚圓的 都是個語言 代表圓滿團結 這個家庭 為什麼會餵一家家 幾個人 戳無人又減去 馬英九 你們這一些 當政策高舉社會公益的時尊 你們想看看 何以致死 我們這段 先告一下 休息一下 讓我繼續 謝謝 聽到張藥房老闆 傳出不幸身亡的消息 聲援大鋪群眾 再也按捺不住怒火 跑到行政院外抗議 喊警方互搶 情緒激動的學生 試圖爬上政院欄杆 被警方揪住衣角 抗議學生 索性躺在地上不走 卻被幾個員警 連拖帶拉 架離現場 抗議學生不死心 凌晨過後 轉移陣地 跑到總統官邸 拉起白布條 警方也不甘示弱 和憲兵圍起盾牌人牆 卻和試圖突破封鎖的學生 爆發衝突 深夜裡高喊著暴政殺人 這三十多名學子不是農團 純粹是不同學校 集結來抗議的學生 警方的優勢警力不到半小時 就將總統官邸前的抗議學生驅離 不過這些聲援大譜的學生不死心 喊出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揚言後續還有更多的抗議活動 本權教授你知道我有時候一個錯覺 就是說如果這些納稅已經養的警察 憲兵他們在留屋政府這樣子的 惡質拆污的時候能夠站在被欺負的 馬英九口中的社會弱勢的情況之下 那不是一個非常圓滿的事情嗎 可是我們看到的剛好相反 看這個樣子 似乎用公理正義文明要換回社會正義 是有困難的 這就是剛剛我從大埔要離開前 張太太告訴我的一句話 她其實告訴我說 張先生最近最怕看到兩件事 兩個畫面 一個就是8月18號當天 他們家被警察團團圍住 兩部怪手在他們家左右兩側 然後中間一部機具 直接導入他們家的鐵門那個畫面 他說張先生只要一看 就會把門關起來 在門裡面痛哭 第二個是他的小孩的照片 那個是令他最傷心的事情 他整個生命過程 那個家的記憶 都在這樣的拆除過程當中消失了 那張太太其實跟我說 他說這就是台灣百姓的悲哀也是悲劇 然後他又講了一句 他說在台灣為什麼伸張正義好難 剛剛影片中有人說 這是謀殺 的確台灣社會發生了謀殺事件 而殺人的兇手正是政府 這是政府殺人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這不僅是謀殺 這是追殺 追殺到底 讓他只有死亡一途 只有走絕路一途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政府殺人 這是最殘忍的事情 而且最極致的殘忍 他就可以逼迫人民走上絕路 張先生三年前一路走來到現在 他如何被這個政府追殺 這個政府用什麼樣的手段 讓他徹底的精神崩潰 而且讓他心裡頭深長恐懼 這是政府知道的事情嗎 所以我要說 這個案子目前這樣的結果 跟洪仲秋案一模一樣 這是集體的霸凌事件 霸凌者是劉正宏 所有可以喊停的人 馬英九 江儀化 吳敦義 不只沒有喊停 還欺騙張先生三年 讓他繼續痛苦三年 而且透過行政體制 本來已經原無原地保留了 三年後反悔 張先生常常說 如果你做不到很簡單 你不要牽制嘛 你不要告訴我你做得到嘛 這個案子 就是張先生的犧牲 中央欺騙他 地方的惡霸 踐踏他 除此之外 行政體制不斷地蹂躏他 最後最後 這個社會有很多的冷漠者 甚至有很多的觀望者 說三道士者 徹底地毀滅他 這叫集體霸凌 張先生在過去曾經跟我說過 他希望他是台灣社會 土地徵收案例 最後的犧牲者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犧牲也會有價值 我萬萬沒有料到的是 他的犧牲竟然是走上絕路 可是我也呼籲台灣社會 請成就張先生 謝謝 師兄你知道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也是共犯 因為這個事情 如果大家都站出來 我覺得張聖文不必死 這個事情一開始 其實的確沒有媒體報導 是靠著公民記者 在網路上面不斷的傳 他們在現場拍攝 這個挖土機 挖走農地的那個畫面 然後逐漸的才讓苗栗以外的人 知道說天啊 現在這個時代 在苗栗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如果剛剛老師講的好 對這件事情擺明了 就是政府殺人 說政府原本應該要照顧 人民的角色 可是他連六坪的土地 就是不肯給你 他擺明了就是要掠奪你 生存居住在這個地方的那個權利 馬英九他最喜歡講的是什麼 大是大非 高舉社會公義 社會正義的大棋子 我要問馬英九的是說 今天你對王金平可以說是 大是大非社會正義 為什麼不能對劉振宏也高舉同樣的大棋 為什麼你的正義 你的是非 竟然是選擇性的 選擇性的正義 就不是正義 剛剛老師講的好 的確 這是張先生張太太 他們一輩子年輕 在苗栗工作 好不容易攢了錢 在這個地方 買了這棟房子 他們的人生 他們整個生命的經驗 就是在這裡 然後如今歷經三次的被拆 誰能夠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所以你完全不讓他 有一點點喘息的機會 然後把一個活生生 本來我還看到網路上面 在傳張先生過去的照片 張先生過去在張藥房 是一個開朗的人 所以他笑容滿面的 站在這個藥房的櫃台後面 他就是我們一般人 就是我們的左鄰右舍一樣的人 可是後來他被這個政府 活生生的逼出病來 逼到最後沒有辦法 結果今天是這樣子的結局 就什麼樣子的東西 可以跟人命的價值相提並論 沒有 所有的東西都比不上 人命的價值來的重要 今天不只是張先生一條命而已 在苗栗已經有多少條的人命了 而我們的政府官員 當時是怎麼講的 當時的這個豬阿嬤過世的時候 我們的吳敦義講什麼 他本來就有病 說這個就是我們的官員 對待人民的方式 他可以用這種態度 對待人民 你就知道他接下來 會用什麼樣子的手段 來對付張家 所以面對這種政府 你覺得現在大家 還可以冷靜的 坐在這邊嗎 難道這個政府 不應該去聲討他 不應該要求他下台嗎 各位朋友我剛剛講說 馬英九劉政宏 劉政宏他們講是主犯 其他包括馬英九 包括吳敦義 包括江儀化 他們都是共犯 為什麼講我覺得 包括我在裡面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阻止 一個豬阿嬤已經 豬阿嬤因此而自殺 喪失一條法 我們為什麼沒有 做到阻止劉政宏 跟馬英九 吳敦義他們 繼續讓一條命死掉 這是一個很令人難過 接受的一個結果 現在張太太 彭秀春 我想請教她 其實我們看的昨天 張太太的這樣子的一個 沒辦法接受她先生這樣走掉 我們真的也更擔心 她的精神狀態跟她未來 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其實說實在 剛才這兒錄影 心情很沉重 昨天我們聽到她去報市中 其實我們心裡就很不安 到第一時間趕過去 差不多十二點多 我們有去附近找一下 然後回過頭來 想要去她父母的祖墳那裡看看 因為我們想如果她要走 可能會去那裡告別 但是當我們要去的時候 就打電話說 已經在大棟國中旁邊的大水溝 看見她的大體 就是在我們認識她兩年多 我們都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 何況是張太太跟她生活三十幾年 而且我知道張太太其實真的很愛她 她就是怕張太太跟她家人受到迫害 她一直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保護他們 她然後又走投無路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未來的路怎麼辦 我是希望說 這個政府如果這麼能幹 你要想出一套保護他們的辦法 不是讓我們人民一直去抗爭 因為我們無數次的抗爭都沒有用 如果有感覺的話 今天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大埔正義昨天又增加了一條冤魂 那麼被深淵大埔的民眾 指為當兇的馬政府官員 人民是怎麼看待他們最近的表現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報導 穿著輕便服裝一早六點多 立法院長王金平就出門運動 還透露要回南部老家過中秋 回去就是探望家雄 陪他過個中秋 謝謝大家 祝大家過一個好中秋 抗高的壽命法官 那個法官 那個我不回答 這個我不以置評 一切都是依照法律程序走 被問到敏感話題 王金平低調不回應 九月政爭延燒快兩個禮拜 相關政治人物的聲望有明顯消長 獲得外界同情的王金平 支持度暴增15個百分點 以百分之六十的支持度 串升藍營人氣王 曾說準備好沒有王金平立院的 江儀化慘疊10% 支持度只剩下百分之十七 而五副總統的支持度 則是百分之十二 馬總統則是以百分之十一的支持度 墊底比人在獄中的神殲總統還要低 院長你的聲望啊 從百分之四十五條升到百分之六十 你自己對這個幅度這麼大 你怎麼看 謝謝大家的支持 說不到 不受低民調影響 江儀化到宜蘭陪弱勢團體過中秋 還親自下場打鼓筒了 星期二在立法院 因為綠營貝格無法上台實證報告 江儀化一整天都板著臉 這回難得露出笑容 不過參訪老人長照中心時 一位深仗畫家當面向他提了建言 讓場面有點尷尬 我們不分難力 對 這樣不分難力 對 沒錯 不分難力 我們要把我們的弱勢族群照顧好 畫家的建議 江儀化強調會放在心上 只是面對綠營堅持要他道歉 下禮拜二又即將到來的立法院院會 江儀化會怎麼回應 考驗他的政治智慧 我們對照著張家的家破人亡 跟共犯之一的江儀化 剛剛最後那句話 對 對 我們要把弱勢團體照顧好 這是一個令人無法接觸的對比 的確是很諷刺 今天會造成他們民調這麼低 其實正呼應了 政府對於處理大埔事件 整個的態度 這件事情發生三年了 從開始在媒體討論 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一個正常的政府 當他發現我要去徵收一片土地 有人已死在抗爭的時候 一個政雄的政府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是趕快先喊停 我來了解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會有人用死 用生命來做抗議 結果這政府完全不聞不問 有啦 北才一有出來 但是我們當時都知道 就是為了要選舉 因為縣市長選舉 可是我關心的是馬英九 你身為一個國家總統 這件事情這三年來 我從來沒有聽你講過 任何一句話 好像這件事情發生在火星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友台做的民調 更諷刺 專台灣寬理最大三的人 是總統 副總統 權力最大的民調調車尾 然後第二大的倒數第二名 第三大的倒數第三名 你如果看到這個民調 你對於我們國家 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為什麼權力越大的民調越低 難怪我們的國家經濟搞不好 內政搞不好 弱勢沒辦法得到照顧 在忙著在幹什麼 忙著在搞政爭 搞政治鬥爭 所以國家變成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 就是這五年來 馬英九他從來只關心自己的權利 他從來不會去關心弱勢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關心弱勢的總統 大埔的案子我就不相信 一個有罪有罪的人 又是有權利的人 我們是沒有權利 我們只能在這邊大聲疾呼 馬英九你是有關你的人 你只要一通電話 靠給劉正宏說 縣長 你那個事情這樣不對 人太超過 你這樣不對 好好處理 今天張藥局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嗎 我相信他是不會的 所以我可以跟這三位低民調人講 如果你要用你們的方式 這樣子幹下去的話 我給你保證 你們會得到上升的民調 簡稱叫做上調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後來繼續 謝謝 李媛媛四十八歲 辦案資歷 全部超過二十年 也都從臺大畢業 其中以審判長威力娟最受矚目 兩千零一年因為身穿髮袍 會投入選戰的丈夫劉昌倫站台助選 遭到司法院懲處 他出面喊冤 記者會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這對夫妻是女法官和男律師的組合 先生劉昌倫曾出書批扁 書名叫沉水扁香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還代表國民黨角逐台北市議員 一九九八年魏力娟的丈夫 跟參選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同臺 為國民黨造勢 如今卻要審理由馬總統馬主席為首的 國民黨提起的抗告案 儘管分案過程是電腦筋耶 網友仍在第一時間嘲諷 顏色對了看來抗告應該會成功 批評分案過程黑箱作業法院 果然是國民黨開的 還說馬總統的大是大非要討回公道 魏力全對此表示會依法處理 他沒有特定的政治傾向 而另外兩位女法官王麗麗 曾審理前英業達副總溫世仁婚外情的子女認清案 還因為不滿司法院長翁月生 沒有好好處理他被男法官騷擾的事 當面斥責院長四十分鐘 而李媛媛曾審理過一零四人力銀行 告一一一一竊取求知者履歷案 高玉同事對三位女法官的風評都不錯 對於家處分抗告案 由於遇到了中秋連假 最快下週才會開庭 本身也是律師的鄭議員 這件事國民黨馬英九抗告 說真的 這這樣的一個報導 三個女法官裡面 這個魏力圈立刻出現了 銀桃家批扁跟馬英九抹擲 這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訊息 可是我們有理由懷疑公正性嗎 有兩個地方 你看 2009年阿扁那個國務基要會要上訴到高等法院的時候 高等法院當初他就認為說這個要慎重 所以當初就是公開的用抽籤的方式 人工抽籤的方式 以照公信 而且是公開 公開 那這件事情 本來人家 那王金平的陣營裡面 他也認為說 你要抗告去 他本來是要求 要求高等法院 你也要公開的一個抽籤 那我就覺得怪啦 同樣在2009年的時候 涉及到總統的那個時候 高等法院你就用公開抽籤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牽扯到的也是總統 結果就不用抽籤了 你的標準在什麼地方 那今天抽到你說魏力軍的老公劉昌倫 這個我們大家都熟 他到底他的立場 政治立場是什麼 這個都不用講嘛 他的立場就是藍嘛 就這麼簡單 我可以公開講 劉昌倫他的政治立場是 偏向馬英九 這個不用 這個都不用 但問題就是說 那你萬一魏力軍這個裁定 一下下去是 整個是撤銷 原審的裁定的話 那天下大亂 不想迴避 那也要證明說 你的政治是正確 你的完全沒有任何政治考量的 除非魏力軍認為說 唉呦 這一審這個判得很好 把這個抗告給撥毀掉 否則天下真的會大亂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 做了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就變成說程序上 為什麼不讓老百姓覺得說 我是可以信賴你的 就像在拆那個大埔的事情 也是一樣 那一些怪手 那些警察的費用 是老百姓 我辛辛苦苦 我去納稅的 結果你這樣對待人家 是時期 如果已經有一方說 用公開抽籤的 當然你有兩個選擇 可是如果用公開抽籤的 不是有權力 不是開完全杜絕 今天出現這些的質問嗎 對沒錯 就是說剛剛律師講的對 就是說儘管高院的說法是說 按照我們高院過去的例子 都大部分都是用電腦的抽籤 所以他這次就拒絕了要用公開人工抽籤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可是又沒有規定你說 那高院你不可以公開人工抽籤 沒有嘛 所以你正應該 這是社會重大矚目的案件 你更應該加強你的透明度 使得大家能夠願意的多相信你 這件事情不是很正確嗎 那也因此為什麼會有人覺得說不行 你應該要公開抽籤給我給大家給社會以招公信 就是因為大家對你是懷疑的 大家覺得你會不會運用了內部的一些什麼小手腳 沒有人知道 那會不會要做某種指定打擊這樣子的 這樣的方式 這讓人家會覺得心中有陰影 好啦結果現在果然啊 我覺得啦 剛剛我們看這個VCR裡面 這個法官他顯然不覺得他穿著法袍幫他老公助選 有任何的問題 還哭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這樣子擔任法官 你覺得他適格嗎 我個人覺得真的很不適格 因為我要特別舉個例子 吳秉瑞他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太太也是法官 你有看過吳太太 涉入任何政治事件嗎 從來沒有過 人家的法官就知道要這樣幹 為什麼你不知道 是 你忘記不記得 蠻久第一審輸掉的陳明律師 在輸掉的時候有關於法院是誰開 他怎麼說 他說大家以後不要再講 法院是某某黨開的 是 那如果二審你贏了 那就證明法院就真的是某某黨開的 這個就是讓人家覺得 對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 你可以做得更完美 更讓大家脾氣 沒話可說的 對 比如說你就公開抽籤 那今天好 電腦抽籤 如果抽到別的庭也就算了 這剛好抽到這庭 審判長 又是這麼政治傾向非常明確 又具有高度爭議性的人 那很多人難怪說 有細工有這麼多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倒是建議 王院長的律師團 考慮要求 申請這個審判長迴避 因為他過去過往的紀錄告訴我們 他是政治傾向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的一個人 那如果這樣審判下去 萬一將來做出對王金平這一方 不利的裁定的時候 社會大家能不能接受 那又會不會掀起另外一波的紛爭 本來這個事情 我們是希望透過司法的制度 讓這個情況暫時凍結 然後你王金平跟國民黨 好好去打你們的黨籍確認的官司 然後王金平繼續做他的立法院長 這樣政局會比較安定 可是現在這個審判庭 這個何一庭 我覺得為大家 為讓司法來確定這件事情的 這種期待 他投下了一個很大的變數 一開始就蒙上一個陰影 因為黃世民已經跟馬英九抹跡了 再有這個狀況如何以遭公信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老大吉祥 各位朋友 我們從大埔案的第二條人命 一直到馬王的鬥爭 或者是這個醜聞 其實中間就有個概念 司法跟公平正義 能夠match起來嗎 能夠搭得起來嗎 我想這個徐宏小姐 你看到大埔的張聲文 這樣的一個案子 大埔案後面還有還他公道的可能嗎 我想還他公道可能就是像馬英九先生講的 他現在跟馬王是程序的正義 那麼所有土地徵收幾乎都是違反了程序正義 而且是腐爛徵收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呼籲這個台中地院 9月24號要開庭 希望能從這邊還他們一個公道 他們要求是原地原屋再重建 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才真正還他們公道 我們常常說我們不懂政治 我們只是一般家庭主婦 但是為什麼政治 卻圍繞在我們的周圍 一直繪製不去 如果我們的家園 土地財產要靠生命來換取的話 那這個政府我們要他做什麼 從七月初大埔收到 要強拆的公文之後 一直到這一路來 其實三年多來 政府是對人民臨時的 讓他們生不如死 每天都生活在那種恐懼中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這個政府 你該做的事請你趕快做 不要這樣